大多數的學校都是以靜態的方式來慶祝兒童節 但是園三同樂國小卻是與眾不同 今天全校300多名的學童在社區路跑的方式 用腳來愛家鄉 讓兒童節變得健康又有活力 同樂好兒童 健康我最愛 GO 跳起來 園三鄉同樂國小 選擇不一樣的方式來慶祝兒童節 全校300名學童在鄉長江永和的陪同之下 用腳愛家鄉 以路跑的方式來慶祝另類的兒童節 感謝我們的同樂國小辦這次很有意義的兒童節活動 帶小朋友來促進健康 那麼今年的主題是 同樂兒童健康有最愛的促進這個活動 那麼我們感謝會登總社 每一年都來陪小朋友來幫忙 今天校長也到現場 感謝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想另類的一個兒童節慶祝的不一樣的方式 是我們每次在想突破的 每次跟人家想辦不一樣的一個兒童節的一個活動 同樂國小這幾年辦了 連續六年辦了路跑活動 那我們會登中學都帶著已經考上繁星計畫考上大學的同學 來陪他們跑 一起來歡樂 那真的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校長游淑慧表示 路跑慶祝兒童節是學校十多年來的傳統 低年級跑一公里 中高年級跑三公里 校方也會將六年的成績記錄下來 送給畢業生當紀念 同樂國小每年慶祝兒童節的傳統活動是路跑 那這個路跑已經到現在有十年的歷史了 那學校做的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我們為每一位小朋友都記錄路跑的成績 等到他畢業典禮當天 我們會將這個路跑成績當作禮物送給他 我覺得每一年的路跑 我覺得都對身體很好也很有意義 但是真的很累 但是我們也快畢業 這應該可以留下我們畢業的成績 很累 因為就是跑了三公里 然後一開始是1.5 但是很辛苦是太遠了 中間有時候很想要倒下去 我希望畢業禮物可以不要試這個 因為太累了 真的很辛苦 值得一提的是 惠登中學的大哥哥和大姐姐 也來參與這項活動 陪著同樂國小的小朋友 一步一腳印 沿著校外小路路跑 體驗家鄉的景觀和生態之美 宜蘭新聞記者Live 復興採訪報導